各位观众欢迎收看中天新闻 开放新中国节目 全球最大的电竞赛事英雄联盟总决赛 在今年首度仪式大陆举办 吸引了来自中外各地 超过4万名的观众 挤进了北京鸟巢观赛 一张门票最高被炒到了上万人民币 可见魅力之大 那么统计显示 今年大陆的电竞市场规模 已经超过了人民币750亿 也吸引了大量的资本投入 成为产业新风口 像是大明星周杰伦 他喜欢打电动人尽皆知 那么他在大陆开直播 玩英雄联盟 曾经创下单场 3000万人次的观看记录 那么自己玩还不过瘾 他建立了专属的电竞战队 还开了电竞馆 第一家门店位于深圳 面积超过了500平 设备装潢都号称是地表之最 4月开幕到现在的上机率 高达90% 全球最知名的电竞赛事 英雄联盟总决赛 首度登陆举办 请来周董 嗨翻鸟巢 周杰伦 堪称史上最佳游戏代言人 出专取建战队还开了电竞馆 黑白极简的风格干净利落 大量使用不锈钢水磨石 营造科技未来感 走进其中仿佛置身酷炫夜店 颠覆传统网咖印象 环境的话肯定是网咖比较好 这里比较好 比较干净嘛 你看如果去网咖玩的话 可能锁标键盘都是悠悠的 周董当老板 连开个电竞馆 也要打造地表最强 一套游戏设备 动辄上万人民币 连小细节都不放过 右下角其实会有一个J的标志 就是结伦的标志 然后包括我们的锁标 键盘都是一样的 而超过500平的空间 有专属电竞区 可以体验血脉奔章的战队对抗 直播间能让主播们 来一段激情解说 当然少不了VIP包厢 在这间VIP房 你可以三五好友 约着一起连线打游戏 要是一整天下来玩累了 这里还有淋浴间 可以消除整身的疲劳 贴心设计的独立卫浴 满足彻夜拼占的需求 尽管收费一小时 要300元人民币 约1400块台币 照样有人砸重金 包下七天七夜 在线率的话是在 达到百分之 百分之九十左右吧 爆满的话我们差不多也就是 180多个人 190多个人 这只是单单的上机的人数 当队长的压力非常大 这个从以前打篮球到现在 没有一次当队长 终于有机会了 全球电竞人口超过14亿 不少明星都是玩家 甚至进而组织盘队 周杰伦有J战队林俊杰 成立了TING SMG 港星余文乐也筹组 疯狂电竞俱乐部 叫正周董 做几乎每一样事情 都是我自己的心绪 然后我希望可以就是 带更多新的资源 或许让整个战队可以更好 明星有光环 有资金 但一般人想组战队 谈何容易 她是Vivi 李维 1992年出生的山西女孩 在穿越火线游戏直播圈中 小有名气 拥有16万粉丝订阅量 凭借对电竞的热爱 自掏腰包成立俱乐部 看他们呐喊 特别的激情 跟我们玩游戏是不一样的 当时看得我热血沸腾的 然后我就想自己组一支 职业队伍去打比赛 两年来砸了100多万人民币 养出两支TGA三甲战队 从最初单打独斗 到30人一起直播 建立启用直播养战队 再用战队来吸引 更多观众的营运模式 不管是足球还是篮球 给人的感觉就是很神圣 那你变成竞技的话 打人的心里表现的高度就很低 那职业是什么 那就是赚钱嘛 他可以利用这个赚钱 可以打出自己的一些成就 我觉得不是不可以 游戏制作赛事举办和传播管道 构成电竞三大产业链 根据统计2017年 大陆电竞市场规模 超过750亿人民币 到了2021年将上看3800亿 撕掉不务正业的标签 打电动也能玩出大商机 一招 对 感谢观看